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 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我們看 美國年底大選 川普來勢洶洶 這個禮拜 川普跟拜登準備進入辯論 那各界高度關注的議題 包含台灣跟中國 今天事實上 美軍的陸戰司令 還公開表態說 西太平洋至少美軍有三個 濱海作戰團布局 來對抗這個中國 那當然 除了這個沖繩之外 關島也是美軍的重要重鎮之一 而這一個川普的前國安顧問 歐布萊特 接受了美國媒體的專訪 他仍然強調 美國要用實力嚇阻 中國侵犯台灣 而實力當然包含軍事跟國力 同時華盛頓的智庫現在評估 中國也有可能用海警船來鎖台 圍台跟騷擾台灣 因為事實上中非現在的衝突當中 海警團這個類似海盜的行徑 也引來各界高度的關注 但是同時胡錫進又講話了 他說要用戰爭來回應台獨 因為中國公布了22條 相關的台獨罪責 反倒是國際媒體現在追蹤 國會的擴權可能會引發 科技業者機密外洩的疑慮 而且今天依照賴清德出來召開記者會 強調反對國會的擴權 所以申請釋憲 而且也強調民主不是犯罪 專制裁是犯罪 那這一回合也因為國會的擴權 清廟跟公民團體準備全台大罷免 而這後續會有哪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朋友夏大哥 大家好 再是張毅善 大家好 再是吳坤裕 大家好 再是黃創夏 大家好 再是苗博雅 大家好 再是黃世聰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 這個中國公布了22條 台獨相關的條文 引來了各界高度關注 包含今天一早賴清德的公開記者會 好 創下剛剛看到的片段 是賴清德今天一早記者會 是因為賴清德為什麼要出來 是因為中國在21號的時候 兩高三部 公布了反分裂國家法 裡面的22條罪行 然後根據中國的新的一個定義裡面 全台灣大概不到40萬人不是罪犯 其他2200多萬都是罪犯 因為根據他們新的反分裂國家法 除了不到2%的支持中國要統一 台灣要跟中國統一的人以外 根據中國新的法律 通通都是罪犯 而且這些罪犯裡面根據中國新的一個意見 新的法令呢 有數萬人可能會被處以死刑 而且中國現在不是凡泛中國者 雖遠必誅 只要是台獨者 雖遠必誅 他們的新的法令裡面還可以跨域審判 缺席審判 這個是讓你看到了中國一個全新的法令 這個狀況是什麼呢 中國呢在21號那一天呢 由最高人民法院 然後最高人民檢察院 然後公安部 國安部司法部 連媚開了一個記者會 公佈了反分裂國家法 關於反台獨的22項罪項 然後裡面的宗旨就只有一條 核心宗旨就是 中國在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要不支持這一點的都是台獨 所以剛才講說全台灣兩千兩百多萬人都是台獨了 管你是中華民國派 台獨啊華獨啊什麼獨 獨台通通是台獨 通通是台獨裡面呢 中國要展現他們雖然很專政 但是他們是有現代化司法素養的 所以他們還要去定義 說要明確準確認定犯罪罪行 所以他們定了四種罪行 第一個呢是發起建立組織 所謂的台獨組織 所以這個都叫做台獨 那這個時候是第一個就是罪行 第二個呢 透過制限修改解釋或公民投票 因此去改變了目前相關法律裡面 台灣和中國的定位的 這個呢都叫做台獨 所以解釋是不行的哦 你在講2758號 你這個解釋 他們就認為你是第二種的罪行 你是台獨 如果你要去修改兩岸關係條例 把大陸改成中國 那也不行 你也是台獨 所以根據中國已經長壁拐槍管到我們這邊來了 而第三條呢是 推動台灣參加世界上只有主權國家能夠 台語的組織 這種人就叫做台獨 所以要想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重新回到國際民航組織的人 通通通不行 通通是台獨 然後第四個呢 陳寧官你一定有事 利用職權 在教育 文化 歷史 新聞傳播 你是主持人 你有職權 我們是來賓 我們沒有 我早就認我是台獨 我早就認我是台獨 我這個台獨 獨妹也不是今天獨而已 所以你一定有對不對 利用職權在新聞傳播 所以這個就是台獨 或者在歷史上大肆歪曲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去支持 歐曉玲的邱海棠 這個領土概念 這才叫做歷史上沒有歪曲 然後當然新聞上的很多媒體裡面 都是有台獨的協議 而這種台獨之後呢 四種罪行之外 還要界定罪分是有三種身份 第一種身份叫做守惡分子 像那個黃世聰是上次的五戰藩之首 所以應該是守惡分子之一 對不對 組織參與歪曲 這叫守惡分子 玩民不靈的守惡分子 那第二種呢 叫做罪行重大 直接參與者 所以直接參與者 像曹青城 這叫直接參與者 這叫罪行重大 然後第三個叫積極參加 雖然你沒有參加那個組織 雖然你沒有發起什麼動作 但是你積極參加 他們有活動 你有站到台下的 你就是台獨 所以呢 包含你的話都是一定有了 不要講我 然後再過來呢 這裡面呢 守惡分子 還有那個罪行重大 可以判 十年或無期徒刑 如果玩民不改的 直接可以判死刑 然後至於那個積極參加的 就是你曾經在台下站過的 他們認定的台獨活動 就是包含參加WTO的這種鼓吹的 大概三年到十年 而且呢 中國的法律概念很特別 他們真的以為自己是天朝 所以他們要無限追溯 沒有法律追溯期 所以可能是 蔣介石如果被編詞的話 他八十年前也是台獨分子 所以這個就是無限追溯 沒有一個法律的一個追溯期 而且呢 雖遠必誅 你呢 不管你是在哪邊 他們都可以直接給你通緝 而且甚至於缺席審判 然後缺席審判裡面 那當然呢 他們要展現說 黨是寬大為榮的 所以呢 如果你認錯 可以拙減其刑 然後在這樣一個殺法之下 然後呢 我們好久不見的胡錫進 最近就越來越活躍了 胡錫進呢 馬上就發出了他的一個文章 說維護和平代價高 但是就用戰爭來回應 就是說 他其實是希望兩岸還是和平的 但是你一直要台獨的話 即使有損失 有代價 也要一服反顧 但是呢 這裡面呢 中國網友 是不敢對二高三部有所意見 那個東西 他們搞不好就是 還沒有加入台灣籍 還沒有加入中華民國籍 就已經是台獨份子了 所以他們對於二部 二高三部的任何新聞 都沒有回應 對於胡錫進呢 就變成一個宣洩口了 下面留言一直嘲笑他 吃人說夢 我只想笑 先解放上海A股的股民 比較重要 然後呢 我補充一下 A股今天再度破底 然後人民幣 離岸價再創波段新低價 對啊 然後再問一件問題 台灣的那個老龍呢 一年都是據說 快要到一萬人民幣了 然後呢 我們難道你們是要台灣的老 中國的老 台灣老龍回到像中國一樣 只有一百人民幣過生活嗎 然後朝鮮和南韓 他們也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 但是為什麼一直不能統一 是朝鮮人民不願意 還是朝鮮的將軍不願意 就一直在虧了 可是這種虧裡面啊 有一個沒尬 因為中國這件事情看起來 怪怪的 為什麼怪怪的 兩高二三步 出了這麼大的一個宣誓 對台獨這麼嚴厲 可是 他不是放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 也沒有人民日報新華社的社評 放在人民日報的第六版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看報紙 第六版已經是很後面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目前有人說 其實呢 這裡面是讓王滬林 臉上無光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國台辦 開始慢慢的要溫和 要緩和 在15號的時候 不是還海峽論壇嗎 那海峽論壇還積極的鼓勵說 希望台灣人民呢 去大陸自產 台灣人民呢 去大陸取得居留權 現在他的這個22條一出來 幾乎所有台灣人民 那些台商 個個都要去入獄了 你這個時候突然公佈這條 不是對王滬林來講 打了臉瓜 所以後面講是說 因為呢 其實他們根據反分裂法 根據前面的狀況 整個政法部門 就一直往這邊推 然後往這邊推呢 推到這麼極限 那極限之後呢 王滬林面對政法系統 還是弱了一點 只能希望他們緩一點 低調一點 所以最後緩和低調的結果 到什麼程度 只到了就是 等到海峽論壇之後 再推出 然後推出之後呢 文宣 中宣部 是給王滬林控制的 所以呢 不是頭版頭條 破例的只能 放在第六版 然後中國內部 都很少的去討論 但是這裡面呢 這件事情 其實也對台灣內部來講 等於是幫了民進黨 添加柴火 為什麼 因為整個黎又昌秘書長 就講了一個新的事情 非常關鍵 而且二十一號那天 公布了這件二十二條 二十一號那天 也是台灣立法院 確定 行政院提 覆議不成功 那這個時候呢 所以林又昌就說 是不是藍白在呼應 然後藍白呼應之後 接下來呢 大罷免時代要啟動 而這個民進黨要下鄉宣講 然後這樣一個下鄉宣講 剛好是二十一號的那樣一個時間的合在一起 這個狀況之下 確實會對民進黨來講 是一個可以更好的鼓勵人民 出來大罷免的一個狀況 那確實除了今天一早賴清德召開了公開的記者會之外呢 各界高度關注的是立法院的這一個工房 那包含了複議之後呢 緊接著這一個執政團隊 現在對決的是四線 那當然哦 各界甚至沙盤拖延 要不要倒閣跟解散國會 可是無論如何罷免是跑不掉 我們再看片段 如果被中共吞併台灣絕對不可能有和平 反而我們變成中美交戰的一個戰場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抵抗 不能讓中共吞併我們 那麼中共有沒有能力吞併我們 其實沒有 它的武力只是嚇唬你 那麼如果它有武力可以打 為什麼這麼多年不敢打 只是嚇唬你 因為它知道中共要打台灣 面對的不是只有台灣 面對的是美國 日本整個歐洲 台灣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也是自由世界的核心利益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不要怕 那麼我們現在要防止的就是 中共從內部裡面滲透我們 現在立法院怎麼樣被滲透了 所以我們要藐視國會 我們要 發揚我們這個公民不服從的權利 我們不能讓這個立法院呢 讓中共的手 侵入立法院 凌駕我們的司法 凌駕我們的行政 貪慌我們的國家 好 空運剛看到的是曹青城在這一個立法院外面聲援 公民團體青鳥運動 對 青鳥運動 其實有些人是覺得說 他好像人變少了 其實我們在現場的氣氛 我不覺得那是重點 因為在21號這一天的狀況 他其實大家都知道結果 而且等到青鳥聚集 有時間聚集 比如說晚上的時候 其實中午的時候 那個投票就結束了 這個抗爭是沒有目標的 他只是表達意見而已 所以大家的熱度就不會 會比五月的那個時候 他裡面還在夜省的時候高 但是這個事情 因為印象已經造成了 所以這個火呢 會慢慢慢慢傳遞下去 然後呢 還要感謝我們藍白立委 不斷的在為這個青鳥運動天才火 對岸 這個還在澆汽油 這個狀況是 很有機會不斷的延續下去的 那麼中間有一個關鍵 就是謝國良這件事 謝國良這個罷免案 能不能夠過 他其實會對青鳥運動的士氣 會有影響 這個如果能夠過的話 那青鳥運動就會 這個燒得更旺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藍白申請視線 這件事情 不不就是不是申請視線 藍白通過這個國衛濫權法案 好 賴清德今天說明了說 他的立場就是要申請視線 暫停處分 然後這個申請視線 那我幾乎可以很高度 高機率的預期 這個視線案 那絕對會有部分違憲 那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我們之前在討論這個案件的時候 就已經講過 經常在引用的叫 大法官會議 4至585 4至633 4至729 都在講立法院擴權的問題 那從真調會啊 什麼什麼東西下來 好 那麼大家都講很多 中間就兩個重點 第一個 立法權的擴張 他不我們就是五權憲法 立法權擴張不能侵害 其他憲政機關的權利 比如說 調查權原來是歸監察院 那你除非修憲 要不然你不能夠把他的權利 給奪走 那行政權有他的專屬 等等等等 第二個 如果你立法院 要訂立 那處罰人民的罰則 處罰到個人的罰則 侵害到人民權利義務的東西 你必須有明確的立項 或是邊界 就像你要罰我 那一張交通罰單 你說我超數 好 時數多少叫超數 你有沒有照片 你你要有證據 你要有標準 你不可以說 我們幾個人開個會 說他有沒有超數 有超數 我就說他超數了 對不起 這個事情不行 這是585的 那729是因為什麼呢 729我先說明一下 大家不要少談這個案子 可是729更有意思 729的意思 他他之所以會提出來 他是因為他是在104年 民國104年 就2015年 那還是在馬英九執政哦 那時候大法官幾乎都是藍的哦 那原因是立法院司法法治委員會 他要去調高檢署 有關於黃世民監聽那個 柯建民和王金平的那個監聽議員 他跟他要光碟 那高檢署就提釋憲啊 然後說 對不起 那個大法官會議釋憲的結果 就是說 第一個 你還是你不能侵害其他的 那這個 憲政機關專屬的權利 這個調查權 你不行 然後所有的 這個大法官的意見書 就是協同意見書 他都是在說明一件事情 第一個 這是五權限法 第二個 那 法院 或是檢查機關 正在進行中的案件 你不能調他的捐證 那不可調查捐證 那如果 你要調他的 這個之後的 這些東西 就是 癥結了以後 然後或者是 這個點點點 這個這個不論任何 任何情況拒絕了以後 這些案件 那你要調的話 你必須有具體的試證 跟理由 你這個中間要有成案 然後你的委員會 或者是你的院會 你要有多數決議 而且拿出來的東西 假如有侵害到 那人生的隱私啊 機密啊 或者是 營業機密之類的東西 你 你不能洩密 然後你要你要你要 你不能侵害他 你要保守他的秘密 也就是說你不能亂開記者會 然後 這個 有很嚴格的規定 然後 這個中間呢 寫的最多的 那個理由書 協同意見書寫最多的 叫做蘇永青大法官 蘇琦的弟弟 然後那個 他該是藍的吧 還有一個人 很有趣啊 這個人叫陳春生大法官 他 馮曉玲的老公 所以 所以他寫的意見也是一樣 一二三四寫了四點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四點 好 所以請翁曉玲呢 回去跟他老公好好喬一下 或者至少請教一下 好 你不要 不要造成 因為這個案件造成夫妻不和 這樣子也不好 好 所以 我說這個事情 那你從 我們在知道 懂一點點法律 都知道說 法律是其實是很重視判例的 好 就像吳宗憲講的嘛 對不對 好了我們要用判例啊 那判例就在這裡啦 那你依照前面的判例 幾乎藍白中間 這次擴權法案裡面 一堆法條 那全部都可能是 那違憲的 那至少部分違憲 那判定部分違憲是 幾乎是確定的 好 那麼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那個吳宗憲 吳宗憲他現在有個發現 他有個特質 那他每一次講兩次話 同一件事情講兩次的時候 他第一次都是講真話 第二次都講真話 就是第一次你看 他第一次說 我們沒有啊 到時候再說啊 對不對 後面又趕快解釋一下 那個還是有內容 這一次也是一樣 我們這部分違憲 然後又解釋說 我們沒有部分違憲啊 所以他每次都這樣 所以聽第一次就好 好 那麼 這件事情呢 那他 他其實是 藍白現在是陷入一個困境 就在視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現在只能拼命放話 包括在館長的時候 我要繞人啊 我要幹嘛 沒關係啊 你繞啊 我等你 這個事情其實很簡單啊 大家都喜歡 喜歡放話說我要繞人 繞人這件事情 就 就是江湖術語 你懂意思嗎 那你就去繞 我等你啊 那你看你能繞多少出來 好 那那個大家那個街頭上見嘛 然後 這種事情他其實 對付他們這種 這種藍白的現在這種 放話啦 嗆聲什麼 其實不用太理他 好就把他拉到 實際的戰場上面 或現場上面去處理就好了 就跟對老共的這個 嗆聲一樣 好 老共這件事情 那這個二十二條 我說實在話 他根本就是一個 那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 好 在自我安慰用的 好 最明顯的一個東西 他叫做缺席審判 你知道缺席審判 這四個字一出來 我就開始笑了 為什麼 缺席審判的意思就是說 你根本就逮不到人嘛 那就是你法律沒有管轄權嘛 你不就你這個四個字一出來 可以缺席審判 你就坐實了 兩岸互不隸屬啊 那你不能到我這邊來逮人啊 那你有本事 你就像美國或是 那個以色列一樣 派個無人機過去 把這個人幹掉 派個特工過去把他幹掉 你有辦法嗎 那你幹掉一個看看 那你做不到這些事情 那你就只能做缺席審判 那這不是自我安慰用嗎 所以這件事情 反而做實了 什麼事情做實了 那兩岸互不隸屬這件事 那所以 然後呢 還有沒有追溯期 沒有追溯期 那更讓大家害怕 那他現在老共天天在搞那個沒有追溯期的事情 比如說你一個稅 那要倒追三十年的稅 我三十年前賬我哪記得啊 對不對 我三十年前的 那個存折都已經剪掉了對不對 然後 所以你這個事情是說 讓人家覺得說你實在無聊 然後 讓更多人台灣大概有九成以上的人 全部都不是要統一的 頂多就是維持現狀 或維持現狀再統一 就頂多是這樣 現在他這樣子法內一下來 消滅的是誰 消滅的不是台獨 他消滅的是叫做中華民國派 那我請問一下 朱立倫說明年要去美國 他是不是以外謀獨 好 那你要說這個什麼法理台獨 好 那所有主張中華民國憲法一中的是不是法理台獨 好 然後呢 那以武謀獨 好 那好拜登你要不要處理 川普你要不要處理 美國印太司令你要不要處理 你處理看看啊 那 所以這種事情 他就是一個RQ式的東西 然後結果呢 只是把所有的人台灣九成的人 跟大多數人都打到他的對立面去 沒有人統戰是這樣子做的啦 統戰是交朋友 他怎麼會把九成的人都打到對立面去 我覺得根本就是一個愚蠢的決定 一個莫名其妙的措施 好 彭向大哥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最急的應該是國民黨 為什麼呢 因為他發現說 他交了一個豬隊友 國民黨一而再再而三的 跟老共聯合聲明 要聯手反台獨 哇 現在好了 老共可能跟他有夠商量吧 出了一個 懲治台獨意見書 坦白講 國民黨裡面啊 稍微有點讀書的人啊 都會發現說 他的懲治台獨意見書啊 比國民黨的懲治叛亂條例 晚了整整 六七十年啊 中國共產黨落後於中國國民黨 你的什麼台獨 要很頑固的 嚴重的 才判死刑 我告訴各位 我告訴各位 國民黨當年 你看1963年 距離現在多少年了 六十年前 老共真是落伍啊 對不對 國民黨六十年前就幹過了 國民黨 國民黨天天 拿這個 來恐嚇台灣人 槍斃了 很多耶 以前是怎麼樣 為了避免說 引起台灣人的名分 所以都給他 貼個標籤 說他是台共啊 要不然就是參加什麼 付費組織啊 其實那些啊 都是國民黨遠中的台獨 這些台獨 槍斃了槍斃 要不然就是在綠島 在延灣 做普勞 所以諸如此類的 等於是 把國民黨的一些醜事 爛事 再度的攻注一次 看到了什麼 國共兩黨 果然是一家親 啊 港出的 連方法都一樣 什麼叫台獨 哎 我要舉報曹欣誠 嗯 啊 曹欣誠 這個啊 台獨老家伙 啊 又是外省人 嗯 跟我一樣 當然 啊 這個 老共的懲治 啊 台獨分子的意見梳理 又講 如果你悔過的話 如果你立功的話 啊 可以減輕其行嘛 嗯 所以我現在爭取什麼 我要把死刑 判我死刑 歹為死緩 啊 那我就舉報曹欣誠 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曾經一天寫了一個啊 校談啊 層次台獨的意見書 嗯 他在那個文章裡面 他鼓勵說啊 鼓勵台灣人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獨 嗯 為什麼他這樣講 意思就是說 台獨 台獨 台灣第一獨是什麽 1895年啊 台灣成立了一個台灣台灣民主國 嗯 這是台灣有史以來唯一的一個由台灣人自己成立的國家 名字叫台灣民主國 這當然是台獨啊 嗯 啊 然後這個台獨 丟臉嗎 啊 見不得人嗎 欸不是耶 這是因為說你中國打敗仗 要把台灣給割了 你沒有經過台灣人同意 啊 然後台灣人不同意 啊 你也不理啊 然後台灣人自主建國啊 然後自主來打了一場叫以衛戰役 嗯 以衛戰役現在講什麽不對陈作戰 以衛戰役就是極度不對陈 嗯 台灣當時的民兵用的是什麽 非常原始的一些的這武器 嗯 面對的是什麽 面對的是日本的啊 敬衛師團啊 敬衛師團是什麽 域林軍啊 嗯 裝備最好 戰役最強啊 而且還有海軍的配合 這樣子一場以衛戰役 打了多少天 一百五十天 嗯 人家說哎呀你不夠打一百五十天 拜託 你知道甲午戰爭的那個陸戰 打了多少天啊 甲午戰爭陸戰 最大的一個防疫公式叫旅順耀塞 嗯 旅順耀塞 不到二十四小時 就攻破了 所以台灣多偉大多了不起 這個第一台獨有見不得人嗎 當然是堂堂正正的 嗯 當然是光明磊落的 當然是可歌可泣的 嗯 那爲什麽後來台獨被污名化 被妖魔化 好像是台獨啊 以前用把這個毒字用成啊 中毒的毒啊 爲什麽會這樣子 那是因爲 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中國共產黨也好 都不讓台灣人當家作主 要把台灣人 塌在中國的腳底下 簡單講就是這個樣子 啊 所以說啊 爲什麽這個啊 國民黨到台灣來 你看第一個啊 中國把台灣割讓以後 這個在民法的侵權篇叫什麽 以中國喜歡想啊祖國母親 你祖國母親把台灣給丟掉了 然後第二個啊 這個二戰結束以後 按照當時聯合國的通力 所有的殖民地 都有自覺的權利 你說回到祖國母親環邦 這個祖國母親更厲害了 二二八事件 這個還有法律啊 二二八事件 那個清香的時候 濫捕濫殺 挖連張七郎 父子三人都是醫生 莫名其妙扮演被拉出去 槍斃掉了 什麼罪名沒有 誰下的命令找不到了 就這樣張七郎還是什麽 台灣自憲國民大會代表 結果若這樣下場 然後所有這些代表說 國民黨這個祖國母親所扮演的 就像是什麽 嚴重的家暴一樣 當你管教過度造成了嚴重家暴 流血事件以後 也是喪失侵權的重要的構成條件 換言之就是說 按照侵權的理論 中國沒有資格當主公母親 台灣人有權力決定台灣的命 這就是台獨 有什麽見不得人的 當然 在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或中國共產黨眼裡面 就覺得說 這個防害了我的統治 你們要聽我的 要在我腳底下 今天很多的什麼統派的 這些老糊塗們 就是這個心理啊 見不得 以前在我部隊當兵的時候 那個新兵都台灣兵啊 乖乖的 瞅瞅瞅的 現在爬到我頭上 當總統當國防部長 啊 孰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 真的很多外省這種心態 所以今天我覺得說 曹青城講 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態度 我這個外省態度 我很贊成 那我這個外省態度怎麼來的 共產黨說的嘛 我是因為我反對統一啊 我反對共產黨 來管台灣啊 我反對2758號決議啊 我贊成台灣要 加入聯合國 所有言行 完全合乎死刑 而且可以槍斃好幾次 但是話說回來 國民黨搞這一套 搞了這麼多年 有用沒有 還不是丟掉政權 他現在敢提嗎 提出來 轉型正義啊 真的讓國民黨吃完兜著走 對不對 今天共產黨這個笨來提 還把國民黨拖下水 你說國民黨 緊張不緊張啊 所以說 真的我們大家有信心 但是各位要注意 他抓不到大咖的啦 他也不敢抓啦 他哪敢抓 他當然他會抓一個小咖的 你認為說我們是啊 到大陸去 莫名其妙被抓下來 然後說你是台獨 我告訴各位 他只要說你是台獨 他就有辦法證明你是台獨 然後說你有罪你就有罪 所以反而是小咖的 一般老百姓 你要注意啦 還有那些 去大陸什麼交流的 什麼的 我以前單位裡面的一個 這個博士 後來當過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他差點就被老公抓下來了 扣留了兩三個禮拜 後來還蠻久還出面了 才把他給保出來 所以說不要以為說你是例外 不要以為說你不是台獨 說實在我覺得賴總統講得很好 只有統促黨在中共眼裡面不是台獨 中國國民黨也是台獨啊 中華民國派也是台獨 所以說大家要了解 更重要的是 沒有啦 中共現在連治保都很困難 我們怕什麼 好那除了回應台獨之外 賴清德今天還公開申請示現 好以上剛剛看到賴清德今天一早記者會 公開申請示現 那這裡頭當然也有政治攻防 而且下一個階段各界高度關注的是 罷免的活動 沒錯6月21號複議失敗 51比62票 比較讓人家意外的反而是 韓國瑜投下了這一票 因為他不具關鍵線 在立法院院長不具關鍵性的 決定的一票的時候 通常會維持中立性 所以韓國瑜已經自我閹割 作為一個立法院長中立性的原則了 而且如果這一次的釋憲 如果有違憲之餘 我們未來就可以稱韓國瑜叫做 違憲的立法院院長 因為他投下了這個違憲的法案 當然要回應民意 為什麼要說回應民意 真正讓人家意外的是場外 已經立委都下班了 投票都結束了 到了晚上10點之前 場外還有3萬名輕鳥在抗議 那你要知道喔 白天連國民黨的藍鷹行動 500多人都已經坐遊覽車去 一日遊了 為什麼這些人 3萬人知道已經不會影響到結果 他們還願意站在立法院院外 這個才叫做民意嘛 這個民意賴清德 當然得回應 因為他作為一個總統 五院的協調者 五院裡面有三個院 行政院 監察院 司法院都被你立法院擴權 吃掉了權利 他作為總統 難道不應該站出來釋憲嗎 第二個部分 還有這些場外的人權 都有可能被侵犯的時候 所以他應該要出來釋憲嘛 不只要釋憲 他還申請了所謂的暫時處分 為什麼叫暫時處分 因為有違憲跟所謂的侵犯人權之餘 如果即刻實施 因為他沒辦法 你在複一失敗之後 他一定得做一個總統 他得按照憲法公佈法律 但公佈法律的同時可不可以實施 如果現在就開始實施 所有的民眾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提出了暫時處分 把這個法律凍結起來嘛 那大家就不會受到影響 這就是賴清德做一個負責任總統的地方 而也核縣的地方 但是國民黨的立委 怕不怕事前 當然怕 剛才已經講了嘛 那個吳坤雲都說陳孫生 大法官都已經反對 他老婆的一個提案了嘛 所以他們兩個夫妻應該好好對對啊 但是國民黨的立委呢 羅志強說希望大法官自重 是憲法的守門人 而不是民進黨的看門口 你在講陳孫生嗎 你在講翁曉琳的老公嗎 國民黨王宏偉說大法官沒有民意基礎 我就不講三百個律師 為什麼當初直接連署說這部法案是違憲的 就講在立法院裡面的民意 國民黨真的不要囂張 民進黨這一次的區域拿到六百零萬張選票 國民黨只拿到五百四十萬張選票 賴清德的選票叫做五百六十萬張 所以如果要比民意 國民民進黨的民意跟賴清德的民意 都比你們國民黨的立委來得高 再來講國民黨的立委吳宗憲 吳宗憲第一次講的時候說有違憲喔 後來又說大法官要愛惜羽毛 表示吳宗憲都知道自己可能會違憲嘛 這個都就是這個說法叫做擦脂抹粉 那林斯明更可惡了 他甚至要停止所謂的大法官的預算跟人事案 所以大法官的釋憲 為什麼我建議在三個月內趕快釋憲完成 因為接下來十月份會有大法官的提名 立法院有可能像林斯明所說的 用人事權跟預算權來威脅威逼大法官 而大法官作為台灣憲法最後的守門者 絕對不要害怕這樣的惡事例 而必須提前在所謂的大法官人事統一權 在這一屆十五名大法官都應該做出視線的方式 還有一個威脅大法官叫做陳志翰館長 他說要號召民眾上街抗議 陳志翰館長我就等你一通電話 你一通電話動員一百萬人 我就等你打趕快打這通電話 這個都在威脅所謂大法官作為台灣最後憲法守門人的 一種所謂流氓的用語 我要警告這些人 而這樣子的態度 國民黨立委這樣的態度 當然會影響到青鳥的罷免行動 第一個受難的人是誰 謝國良嘛 本來還有差一萬份 今天為止已經只差三千七百九十二份了 只差三千份了 就可以連署成功了 一天以一千份的數目成長 所以不要覺得青鳥很閒 青鳥很忙 而不去所謂的立法院外面 他們現在在各地都已經發起罷免行動 而國民黨最害怕的就是說 他們未來在時間 明年時間一年到期為止的時候 他們就會面臨這些罷免嘛 而且不只所謂的大法官釋憲 這一次的國會擴取法案 包含所謂的黨場條例 包含甚至他們都要修改所謂的選罷法的修正案嘛 選罷法修正案是國民黨提 國民黨的區域立委遭受到罷免的危機提 我都還可以理解 林國成你出來講什麼話 黨團判年底前修研罷免門檻 林國成說民眾黨認同罷免票應該超過當選選票才公平 也就是說要提高罷免門檻 林國成你又不會被罷免 你為什麼支持所謂要提高罷免門檻 所以民眾黨就變成國民黨的小弟在幫小弟為事啊 沒錯林國成就是在幫國民黨小弟為事 但是我要跟 所以民眾黨被他這個嘲笑被他罵說 這個號稱白色的已經變成小藍的政黨 完全就是這個坐實的這一條路線啊 對所以我要跟林國成跟民眾黨講 你們選前說要把國家還給你 選後就把罷免全沒有收了 所以林國成你敢支持國民黨的提案 我們罷免不了林國成 我們可不可以罷免你的女兒林鎮宇 所以民眾如果林國成民眾黨的立委 林鎮宇的罷免門檻應該很低啊 非常低 哎呀值得 值得 如果民眾黨在當小藍 選前說國家要還給你 選前說要藍綠中立 現在你變成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的話 我們民眾跳出來 罷免民眾黨的議員 而首犯就是林國成的女兒林鎮宇 好林鎮宇值得大家罷免 那問一下柏亞怎麼觀察 我覺得剛剛前面在談的這個中共 立法要懲戒台獨 以及現在的這個國會的集權的種種行動 其實它是兩套內外的劇本 外面的劇本其實就是中共要找更多理由來正當化 他在台灣以外的地方任意抓捕台灣人的資格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包括一年多前的這個複查被失蹤的事件 一直到現在複查的家人其實都還沒見過他嘛 那他新增的這個反台獨法 當然就是要讓這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再加上更多的欲加之罪一個方式 但是另外一個在台灣內部的這個立法院 在弄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不只是從這個法案本身有沒有違憲的爭議來看 而是我覺得它是立院集權的首部曲 就是立法院現在藍白掌握了多數之後 他是有意的要把國家的各種權力往立院集中嘛 像這一次的立院國會集權法案裡面 首先第一個它規範了總統的國情報告不只要定期報告 而且還要一對一依序及時問答幾乎就到了質詢的程度了 所以未來國防以及外交國安大政本來按照憲法是總統特有的職權 立法院如果透過了這個所謂國情報告義務化 那有可能他會變成把總統變成自己下級機關嘛 那另外他的這種所謂的反質詢要罰錢啊 然後這種所謂的藐視國會罪 他就是要把行政院裡面 變成是行政官員被質詢的時候都不能回嘴 只能聽立委講的嘛 然後再加上說後面其實他還有鋪排 包括傅崑奇的三個交通法案 其實他是要瓜分行政院的預算權 然後接下來考試院 考試院其實有一些委員任期要到 賴清德總統已經提名放在立法院 但立法院是完全自知不理完全不審 不審考試委員的手法 未來有可能複製到不審監察委員嗎 甚至今年十月份有七個大法官任期屆滿 有沒有可能複製到連大法官提名都擱置不審 用這個人事同意權把考試監察 甚至司法院直接掏空掉一半 這個也是立法院未來有可能會上演的劇本 所以你看這個劇本如果首部曲 現在是國會集權法案 後面一路這樣演的話 到最後變成是我們的憲政的所有的權利 會完全集中在立法院一院 而立法院一院裡面113個委員 其中又只有62席可以掌握這樣的權力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反而是比這個國會法案本身啊 更讓人擔心的 所以今天賴清德總統他的講稿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看的話 他是講得很清楚啊 因為藍白一直在講說 民進黨以前主張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今天賴清德所講的就是說 比如說到國會去啊 國情報告甚至接受質詢 其實對於賴清德過去當過台南市長 又當過院長來說 被尋並不是男士 但是他基於中華民國台灣總統的身份 他必須要確認這樣的安排 真的是符合憲政秩序的 他才能夠去實踐 所以他今天所講的意思很簡單 在這個黃國昌等人一直講說 美國如何啊 這些制度把它搬進來的時候 其實他是只講一半 只移植一半嘛 那這樣子胡亂的移植的時候 是有可能導致我們的憲政系統 產生排斥 產生不良的反應 甚至產生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傾斜 從權力分立與制衡 變成了立院極權 立院獨大 那所以這個是立院極權的首部曲 那事後究竟是會往這個國民黨規劃的劇本走 還是說我們可以把這個立院極權首部曲 喊停停下來 恢復到正常的憲政資訊 當然是看後續大法官的裁判 是不是朝野政黨都能夠接受 還是會翻桌 因為現在國民黨已經透露出了 要翻桌的端倪了 因為他們開始已經把大法官抹綠嘛 所以你們都是蔡英文提名的 可能不公正嘛 有一些立委呢 還講說大法官不要當民進黨看門狗 然後甚至有一些國民黨立委還講說 大法官如果敢做暫時處分 就要凍結司法院的預算等等 那像這樣子其實 超前威脅大法官齁 這些藍白立委的行徑 其實我們必須要提防 如果未來大法官的裁判出來 朝野政黨有任何人不接受 其實他就是對我們憲政秩序要翻桌了嘛 他就是不完了嘛 那如果是這樣 如果未來藍白立委 不接受大法官裁判的結果了 我想就是公民力量必須要站出來 讓這些意圖翻桌 讓這些要詆毀大法官的立委 必須要付出政治代價 好我們稍後回來